这次我们来探讨一下古装刑侦剧中相似的三个案件之一 选自动画片《少年敌人节》 这天,上官大人正在调查一起失窃案 苦主是一个孩子,他今早卖完油条后就在石头旁睡着了 可等他醒来的时候,筐里的铜钱全都不翼而飞 从围观的群众那里了解到,小孩身是很可怜,爹没了 娘又卧病在床,他辛苦赚钱是为了给娘亲抓药 上官大人表示很同情,却也很苦恼 因为案发的时候,街上人来人往,根本没有线索入手 这时,一旁的杰哥哥表示,他倒是有一个办法 可以帮小孩寻回铜钱 既然铜钱是在石头旁边丢失的,那石头就是目击证人 不妨审一审这块石头,问他钱是谁偷的 围观的众人听后,觉得不可思议 心想这孩子莫非是魔争了,竟然审石头 上官大人也不太理解,这毕竟是公事,不可胡闹 但我而却明白,杰哥哥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 大石头,你告诉我,小孩的钱被谁偷去 众人听了哈哈大笑,这哪是在办案,根本就是在胡闹 在杰哥哥的一番询问下,大石头一言不发 然后,他就叫来了黑白二叔,对石头大行伺候 这时,前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都来看这场省石头的闹剧 殊不知,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吸引来的人越多越好 看热闹的群众中不乏有些起哄的 杰哥哥就以众人藐视官差办案为由 罚他们每个人给小孩一枚铜钱 还让人端来了一盆清水,让众人一个一个的把钱丢进盆里 杰哥哥则在一旁观察水面的变化 直到有一枚铜钱丢进后,杰哥哥立马有了反应 即刻让人拿下那名男子,因为偷铜钱的窃贼就是他 男子一脸无辜,表示自己冤枉 可杰哥哥根本就没有给他狡辩的机会 因为证据就是水中的油渍 小孩卖油条的时候,手上会沾到油 他卖完后,数铜钱的时候,手上的油又沾到了铜钱上 铁证面前,犯人认罪 围观的众人也一改之前的态度,对小公子连连称赞 而省石头的闹剧,完全就是为了把犯人引入圈套 下集预告,大宋提行官